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五 欢迎收睇明报温哥华530新闻 由于天气異常干旱 大湾都会稿发出呼吁 希望大家节约用水 不要为草地耍水 缩短冲凉时间 洗碗拆芽的时候 不要任由水喉长流 经常生水喉 都会稿发现由于区内持续干旱 8月以来大湾的雨水汇集区内的降雨量 只有50毫米 而8月1日到10月1日的正常降雨量 应该是有400毫米 但是对区内的用水量 却上升了两成 此不得不发出节约用水的呼吁 希望大家将宝贵的食水 留给煮食、清洁、饮用等关键用途 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干燥 好多个星期都没下过雨 拍树山附近的櫻湖地区 今早早有野火焚烧 初步波及面积有2公斤 大湾不少地区都可以看到冲天的农烟 西温哥华消防局和野火服务处正在联手灌咎 永明听力隐形助听器 新品上市限时大优惠 经典型号低至半价 政府认可专业听力中心 提供全方位服务 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 拥有多年厌配助听器经验 是全温哥华最多医生推荐的听力专家 永明听力就在列治民帝国中心 请自电预约听力测试 一名30岁温哥华女子 被指在从事性工作的时候 多次对嫖客落迷藥进行搶劫 在去年2月更导致一名嫖客丧命 要面对错失杀人的罪名 数理王家奇景公布案情 华里名女子在本拿比、南利、温哥华、数理等地接客时 多次落药、抢劫客人 奇景相信有很多受害人未有报案 她在9月20日被捕 一共要面对21项控罪 包括错失杀人、落药、偷窃、行骗、敲诈等 正在还压后審 奇景呼吁 嫖客召忌的时候 要加以提防 不要接受他人提供的饮食和药物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一对配得好的助听器 可以帮你重拾与人溝通的乐趣呢? 尼南山Center 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莲博士 配一对适合你自己的助听器 现在的助听器优惠 还高达半价的 快点打个电话来预约 卓能听力中心 助理听得更好 听得更清 温哥华市警今天说 在10月1日奥运火巨台租人打烂 和在同一个周末 区刑院事件 纪念碑 遭人破坏 两宗案 互有关联 应该是同一班人所为 市警没有解释为何这样说 只是呼吁公众提供线 视频显示 奥运火巨台被两个人破坏 一个落手打碎玻璃 一个站在旁边 似乎在拍视频 或者事后会拿出来炫耀 另一方面 市警又发图通缉 一个六尺高的白人男人 说他在8月14日 凌晨1点左右 在隔林湖街 夹汉肯街 一间酒吧之外 无缘无故挥拳 偷襲另一个男人 打到他的面 留下长久伤痕 两人互不相识 事前 并没有接触过 我们继续换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crimes please contact the BPD or CrimeStoppers Hi. I'm Ken Sim and this is my story Like many in the city my family were immigrants fortunate to call Vancouver home I went to Churchill secondary and I worked nights as a janitor at Wendy's eventually saving up enough money to put myself through University at UBC Not too long afterwards I met my amazing wife Tina Together, we were blessed with four boys who love Vancouver almost as much as their dad does. I didn't come from wealth, nor did I inherit opportunity. Instead, I worked really hard to build a life that we now have. But unfortunately for many, simply working hard doesn't cut it anymore. I'm running for mayor because things have to change. I stand for safety, affordability, and opportunity. As mayor, I'll work hard to build a Vancouver where people feel safe in their own neighborhoods again. A Vancouver where families can afford to build a life together And a Vancouver where we take care of our most vulnerable,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honour indigenous partnerships, and support small businesses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That's why on October 15th, I'm asking for your support to elect me as your next mayor and an ABC majority-owned council. Win哥華明天,十五號,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日間天晴,有煙霾,氣溫最高有十九度, 離岸地區更有25度, 晚上天晴,最低只有十一度。 大家在未來幾天可以看看戶口有沒有錢收, 因爲聯邦政府在今天起,會再次排碳退稅被合資格的人士。 根據聯邦政府網站上的資料, 安產個人在2021年度可以收到的退稅額是373元, 配偶或者是同居伴侶就會收到186元。 19歲以下的小朋友每人有93元。 而單親家庭裏面的第一小朋友就可以收到186元。 這筆退稅是氣候行動獎勵金CAIP的一部份, 是聯邦政府被安產、亞省、沙省及面散居民, 用來抵消聯邦政府的碳稅。 安產居民今年7月的時候已經收到第一次的碳稅退稅, 下一次收好退稅會是明年一月。 加拿大各項福利裏面最負盛名的失業救濟金, 即就業保險EI, 在去年年底出現了259億元赤字。 現在僱主及勞工代表都呼籲聯邦政府介入, 將就業保險計劃在大量債務裏面拯救出來。 目前沒有聽說因出現赤字而要削減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款項。 但是明年開始, 雇員、雇主的EI公款就會每100元增加5個先。 根據首席精算司辦公室的數據, 這完全由勞工及雇主支付保費的計劃出現虧損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疫情期間加拿大人失業的數量驚人, 同時政府又放寬申請失業保險金的標準, 方便國民獲得失業福利。 現在勞動力市場已經反彈, 現在的申請標準也不再放寬而回復正常。 但問題還未解決, 這259億赤字, 究竟應該由誰來埋單呢? 加拿大獨立商業聯盟全國副總裁說, 目前的赤字是由於疫情造成的, 這不是任何僱員的錯, 也不是任何僱主的錯。 經過兩年的凍結, EI保險費將會在明年即是2023年開始, 每100元的人工收入裏便要增加保費5個先。 這是立法允許的一年之中, 保費增加最大的加幅。 但雖然增加供款, 估計到2029年也很難令這個計劃達到收支平衡。 加拿大就業保險委員會的僱主代表希利說, 企業和勞工對現在的EI賬戶中的債務都感到擔憂。 EI系統是由一個委員會監督, 這個委員會是定期審查問題和上訴系統和融資。 委員會內的工人代表說, 聯邦政府沒有表明他願不願意揹起這條數。 對於這件事, 就業部長凱爾特羅的發言人在聲明中說, 這些債務是需要很多年才可以解決的。 保險費是用7年的收入平衡預測來確定的。 隨著增加了5個先, 2023年的供款將會變成每100元供1.63元。 這個仍然是加拿大歷史上觀察得到最低的保費之一。 紐約士納大學經濟教授長期從事EI研究的科拉克說, 這個計劃應該是提供三方面的資金, 即是僱主、工人和政府。 他認為, 疫情對經濟的意外衝擊, 造成了非自願失業率飆升。 工人和僱主不應該為了這件事而負擔後果。 有時, 工人是願意工作的, 他們也找到正確的地方, 也擁有所需要的技能, 但沒有職位空缺。 科拉克建議, 聯邦政府支付因為意外經濟衝擊而增加的成本, 同時, 他也應該收取在低失業率時期累積的任何盈餘。 港人移居台灣難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 台灣陸委會昨天在官方Facebook回應說, 已涉入因素審批港人居留和定居申請, 是為了防範對案滲透。 強調台灣政府並沒有濫用國安理由駁回申請。 如果審查後沒有國安疑慮, 仍然會批准。 不過陸委會就承認, 在早期部分申請被拒個案中, 台灣主管部門正是引述申請人, 原本是大陸地區人民有國安疑慮等, 未進延續及其真正不與去可的原因。 已協調部門明確揭示不批准的理由, 以免被部分申請者刻意斷章取義, 模糊焦點。 對於網上有文章說, 台灣政府提高港人居留定居的門檻, 陸委會再次否認這個說法, 說有關說法並非事實。 說台灣政府拆香港的決心不變, 但相關部門類似發現, 港澳移居台灣申請亂象重申, 甚至有移民公司操作假作痕跡, 例如投資移民入面, 同一個地址有上8間公司, 提交假的商業契約和單據等。 或者拿到台灣的居留身份之後, 隨即回到香港生活。 所以相關部門強化審查是為了解決實務亂象, 目的並是要提高門檻。 盧委會又說, 已經請主管機關適時公佈不當運作業者名單, 避免港人鎖托非人, 並解台灣政府作為。 加拿大搖滾天候, 阿富羅勒芬的香港歌唱一波三節。 原定在2020年5月24日開租, 但受到疫情影響, 下後至2021年2月, 其後再以同一理由推示, 在今年年頭第三度應期。 將原定今年5月,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演唱會, 再延期到11月1日。 在上個月, 政府說落實0加3的時候, 主辦單位仍然說, 有信心可以如期開租。 怎知今天就宣佈, 由於表演行程安排等因素, 而未能來到香港演唱, 並為此自歉。 根據阿富羅勒芬國人網站的 《循迴演唱會》行程, 他將會在今個月, 完成美國拉斯維加斯站的演唱會後, 在下個月轉對日本多地演唱。 這個角色是我演的角色以來, 最溫柔的一個角色。 那你導師記得留意吧。 在野人老師裡面, 我的角色也是一個老師。 因為做了這麼多次學生, 我終於可以做老師, 是一個小學生的老師。 有沒有難度, 今次做這個溫柔的老師角色? 對我來說, 我覺得一開始會很擔心 跟小朋友的合作, 因為其實我是做老師, 我要跟很多小朋友的相處, 七、八個小朋友。 嗯。 比較擔心的是, 會不會跟小朋友相處不到, 或者是可能他們會失控, 或者是他們不清楚知道, 在現場發生什麼事。 但是因為在我們拍攝之前, 導演有跟我們做過一些網站, 我跟小朋友玩過, 認識過, 我們才去拍攝。 我覺得那個默契在一開始拍攝的時候, 就建立了。 再加上小朋友, 其實你這麼多小朋友為一起玩, 他們開心就可以了。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下個星期再會。